時間到了之後,這個時候開始 非常高興我們站在這裡可以見到大家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有聽到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也對於什麼叫反併吞 甚至反併吞中國也有一些想像 但是我先簡單講一下 我們在談的這個民主防衛機制 其實民主本身需要防衛這件事情 是從很古老的時候,古希臘有民主防衛機 古希臘的民主時代的時候 就已經有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但是那個時候的思考 想出來的方法當然並不是很好 我一定要假裝一下哲學經濟,我會談哲學 就是原本古希臘的時代 是因為蘇格拉底在民主的法治的國家底下被判處了死刑 然後所以西方的政治思想的開端 本來就是在思考民主這個問題 它如何會走向獨裁 如何會走向很不好的後果 連言論自由都可能會受到限制 蘇格拉底都不能夠暢處預言 但是那個年代呢 柏拉圖他提了一個方法並不是很好 就是讓哲學家當皇帝 是保有哲學思辨 所謂的思辨是一個開放性的 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大家可以來爭吵的 但是呢柏拉圖認為說這件事情給一般大眾來做太危險了 而且一般大眾一定是最無腦最無知 然後會很簡單的想用選票來把他們討厭的人 或者講真話的人直接叫他們去死 所以柏拉圖的方法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讓哲學家當皇帝 把思辨跟吵架的事情只停留在社會最頂端的政治 才可以來做 但下面的下層的就不要讓他們做這件事情 那這當然是一個很不好的方法 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 那當代我們在談的這個民族的時候 有出現了另外一種的危機 這個危機同樣有內憂 原本是從1930年代的時候 法規基斯是正式的 這個概念是從那個年代開始被提出 然後一直在思考 他的歷史的原油當然就是 怎麼為一個民主的國家 可以產生一個西赫爾來毀掉民主 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在思考 民主要如何存續要如何防範它變為獨裁 但是那個年代的處境已經跟過去 柏拉圖他們的年代已經又不一樣了 所以德國人他們在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 30年代的時候 他們用的詞不是民主防衛 雖然他的意思是民主防衛 但他用的詞叫什麼呢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我不敢寫在 我原本我想要寫這個詞 但是我怕太煽動 結果結果有我們的另外一位 Sophie她顯得更煽動 變成反兵 德國他們用的詞是什麼 戰鬥民主 民主有戰鬥面 它有開放的面 可是它也有守護 或者要穩住它 要有兼顧的那一面 這是必須要存在的 因為民主是開放的 它開放的剛剛也有提到的 就是民主底下是可以允許反民主的聲音的 聽起來好像是沒有錯 然後剛剛退休的國中老師 退休的老師也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可以思考說 他到底是台灣人或中國人 極有民主國家你可以去思考自己的問題 如果非民主國家 你連思考這個問題都沒有 但是德國他們提出來這一個 他們原先提出來的戰鬥民主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千萬不要忘了 民主有需要起來捍衛自己 或他會 在特定的歷史時刻 他必須要顯示出這一個戰鬥面 才能夠保護他自己 所以那個原本的開關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的意思是防衛沒有錯 但其實也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平常民主都只是一個極其的開放 然後讓大家唱所欲言講各種的話 可是他在有些特定的歷史時間點的時候 必須要起來做出一些防衛性的手段 才可能捍衛他 甚至有些言論可能也要某種程度被禁止 所以德國在戰後他們有了禁止法西斯黨 甚至禁止倡議法西斯或獨裁的這一類的這種法律 我們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的是 靜靜點 我們今天請來的 這幾位講者要講的事情 有一個很獨特的不一樣的觀點 那就是談的是我們公民 我們公民社會能夠做什麼 我們公民能夠做什麼 因為從德國的那個民主防衛機制開始設計出來的時候 他們是從法律的方法透過立法憲政來禁止 某些事情不能夠做以防衛民主 可是我們已經進入到可能在另外一個時代的 我們不只是單純的要仰賴法律 也許我們法律也都必須要做 可是除了法律要做之外 我們可能還有公民社會 或每一個公民可能還需要再做其他的事情才足夠 甚至呢也不見得就只是要防止 要消極性的防止各種的反民主的手段 我們可能還要有更積極的 製造出一些社會條件來鞏固民主 這兩種的做法都是今明年正在穩定思考的 他們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能夠讓他們來告訴我們 他們的想法以及我們本身能夠怎麼做 所以我們請來的其實就是 有我們的戰將中獎 然後有齊貞 然後有韋群老師 那我們先歡迎他們三位 然後我們再請中獎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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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跟哲無的朋友 那也跟幾位夥伴 在這裡一起討論我們所共和關心的問題 我還是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其實我本業是律師 也許各位熟知的裡面是社運的賴宗牆 但是其實有另外一個律師的賴宗牆 我還是每天在法院開庭從事律師的工作 我為什麼要從這邊開始呢 就是說曾經有一些律師朋友在碰面的時候 我們談到一個話題就是說 其實律師對法學的貢獻 未必是解決問題 而是發現問題 就是說我們從小從大學看那種法律 這邊有沒有念法律的舉個手好不好 很少 好 沒關係 預備而已 不過我想也許各個學科都有類似的問題 我們翻那個教科書 然後很多時候教科書老師 那個學者會在上面舉一些例子 但是事實上你開始律師職業的過程中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很多問題教科書沒有答案 然後很多教科書裡面學者舉的那個案例 那不是實際的問題 或者是那是說非常典型 或者是說離現實有點距離的問題 然後在這個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說 教科書結束的地方 才是問題的開始 好 那我們今天談民主防匯 對 我是個律師 我只是一個律師 有些問題我會跟各位分享我一些思考 好 那但是如同我剛剛所說明的就是說 或許我比較大的貢獻是在指出問題之所在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有台灣最優秀的哲學家 最優秀的經濟學家 最優秀的法學家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還應該再找個政治學家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 台灣所處的這麼特殊的環境底下 我們民主所面臨的威脅 很多真的不是用傳統的政治學理論 憲法理論能夠回應的 那我想我今天就某程度是扮演這個角色 指出這些問題 那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不管是學界或者是公民 共同來回應我們自身所處的特殊主機跟特殊問題 好 我的題目是和平陷阱與民主防衛 和平怎麼會是陷阱呢 對 我覺得台灣民主最大的威脅 是中國沒有錯 那這裡面為什麼它會是一個威脅 這裡面真的我認為現在最大的陷阱是和平 這怎麼說呢 我們每個人都期待和平 沒有錯 我們每個人都期待和平 昨天吳敦義 大家知道 那個白海團會轉彎的吳敦義 他說如果國民黨執政 就可以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賦予的權力 要來跟中國簽和平協議 大家覺得好不好笑 好笑嗎 各位覺得大家的反應會怎樣 還是說我們又是 我們又是同溫層呢 好 我們來看這個 我說政大選員中心的和平協定 這個是 政大選選舉研究中心呢 從2002年呢 由這個劉明石教授 他在做一個研究計畫 這個研究計畫呢 就是問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等等 其中一個題目是 如果台灣與大陸雙方同意 簽署一個和平協定 不是和平協議喔 大陸保證不攻打台灣 台灣也願意暫停台獨的訴求 請問您那個認不認同 那個贊不贊成這樣的協定 我應該把這個數字遮起來 然後現在這邊現場做一項調查 如果是這個題目 您會贊成嗎 那結果呢 可能很多人會說我不贊成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說我暫時不獨立 我為什麼要把自身的自覺權 那個拋棄出去 但是呢這個調查 2005年的時候 贊成者是7% 2008年的時候贊成者是7% 2011年贊成也是74.5% 2012年74.9% 2013年74.2% 2015年71.4% 2016年78.1% 所以大概都7X5以上 所以不要嚇武敦一喔 你如果嚇武敦一 武敦一會拿這個東西罵你喔 所以問題是會有這種和平協議嗎 會有這種和平協議嗎 和平協議真的會是長這個樣子嗎 就是大陸保證不攻打台灣 台灣暫停台獨 會有這種和平協議嗎 這是中國要的和平協議嗎 如果這不是中國要的和平協議 那學者在做這個研究是在做什麼 學者勿國嗎 那我後來再想一下 當然啦會有這個研究 我們等一下會談 什麼是中國要的和平協議 當然你如果去問江黃石老師 他可以跟你講說 因為是和平協定跟和平協議不一樣 和平協議是內國的 和平協定才是國與國的 如果跟中國簽和平協議是內國的協議 將來發生任何糾紛 國際都無法介入 那台灣就會被中國逾去欲求 國際法學者可能會這樣子 但是為什麼會冒出這個東西 我稍微找了一下相關的脈絡 應該是從這樣來的 李凱如在1998年到2000年期間 是做克林頓總統的應該是助理國務卿 他開始提出了所謂忠誠協議的構想 那什麼是他所提議的忠誠協議呢 就是台灣不宣布獨立 中國不使用武力 50年內維持現狀 台灣的問題留待下一代去解決 也就是說50年內不獨立 那中國50年內不動 這是美國人的想像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是從美國 那個一群智庫學者 開始倡議起 忠誠協議 那大概對美國而言就是 最好因為美國選舉民主 就是最好有4年內 那更長50年內 你這個就是中國不要打台灣 台灣不要獨立 那那個相安無事 那個你們的問題以後去解決 至少我克林頓4年總統 任內不要給我出抓捧 某個程度 這個是那個時候 美國主流智庫的思維可能是這樣 這個是美國人的想法 但是中國人 中國政府想的不是這個 中國政府想的跟你不一樣 那我想應該是這個原因 所以 政大選援中心2002年 開始做這個調查 那中國的脈絡呢 中國什麼時候開始出現 和平協議 這個構想 當然他會說西藏和平協議 或1949年 國民黨那個 被中國共產黨打敗的時候 那個投降式的和平協議 那個是有的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 呃 他有他的脈絡 好 我等一下再來談他的脈絡 但是 那個 我們剛剛講說同溫層 這是我 我今天出門之前去找說 最新的新聞在討論這個問題呢 有一個國民黨立法委員李博義 他是說 蔡英文如果有心維持現狀 立刻把台獨黨綱拿掉就好啊 雖然西藏簽了和平協議 還是被入侵被屠殺 但是台灣不管有沒有被屠殺 有簽還是比沒有簽好 這很奇怪嗎 這很奇怪嗎 這個講法很奇怪嗎 還是說其實某個程度 他反映了某種 台灣人的民族系就是 對啦 簽和平協議不一定有用 但是有簽總比沒簽啦 有消休有保備有吃飯有安排 消休不一定 不一定有效啦 但是有消休總是一個心安啦 有簽和平協議不見得有效啦 但是有簽總比沒有簽好啦 這某個程度反映了 怎麼跟這種人對話 真的是這樣嗎 我覺得仔細想想 不見得這樣 我剛剛跟各位講 我真的工作是律師 你有的時候商場上糾紛 有談是不是一定比沒談好 是嗎 有談真的比沒有談好嗎 有簽協議真的比沒有簽協議好嗎 真的嗎 我覺得我們要這樣看這個問題 現狀 沒有和平協議 對啊現在沒有和平協議啊 台灣跟中國現在沒有和平協議啊 沒有和平協定啊 也沒有和平條約啊 但是又沒有和平 現狀是非戰爭啊 我們金門那個從823炮戰到單打雙不打 為什麼習近平有什麼 告台灣同胞輸40週年 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輸的那一年 就是停止金門那個單打雙不打 那個炮戰 那個時候就已經停止了 40年前就已經停止了 40年前就已經是和平狀態了 好 現狀是沒有和平協議但是有和平 但是簽了和平協議以後呢 現狀都已經和平了 你幹嘛去簽和平協議 簽了和平協議以後 反而和平變成是有條件的 是只有你待在這個協議的框架下 才是有和平的 你如果跳出這個協議框架 對方就會指責你違反和平協議 那你違反和平協議怎麼辦 所以我也不遵守不動你的承諾 所以我就可以動 是這樣嗎 這是非常危險的 真的 我們先不管什麼一個中國那些全部都放下不談 純粹從權力 從談判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你現在就是沒有協議的和平 你幹嘛去弄一個 和就是 協議框架裡面的和平 讓對方可以指責說 你違反和平協議 你違反和平條約 我要動 我在講什麼 好 好啦假設真的照政大選研中心這麼樂觀 中國接受的和平協議 它可以接受你暫時放棄台獨 它就保證不動了 那什麼叫做暫時放棄台獨 那如果到時候它發現說 你不是答應暫時不推動台獨 那你們怎麼還有人在搞東奧正明 所以你違反和平協議 所以我們要動 合理啦 你幹嘛去弄 把自己弄一個 有框架裡面的和平 更何況 事實上 其實中國共產黨 這個 它有些事情是 呃 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但是它在很多的大的戰略上 是說跟做是同一套 你其實你要觀察它的思維 政策 並不困難 中國共產黨想的和平協議是什麼呢 九二共識下的和平協議 習近平怎麼定義九二共識 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嘛 共同努力盟求國家統一 所以你如果在這個背景下 中國要的和平協議是要把台灣鎖進 同屬一個中國 終極統一的牢籠裡 所以中國沒有所謂 台灣暫時放棄獨立 那種 那種美國忠誠協議式的和平協議 沒這回事啊 中國要的 你跟我談判的前提 就是你承認九二共識 你承認台灣屬於中國嘛 所以呢 和平協議的前提就是 台灣永遠放棄獨立 台海暫時分子 但是台灣承認同屬於一個中國 台灣並且承諾 將來並與中國統一 而且這個時間不可以 一帶一帶拖下去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一帶一帶拖下去 這個是習近平的用語 不可以 所以 所謂的終極統一是在講這個 那你不會問說 那政大選研中心 是不是應該要停止做那個 民意調查 否則 否則這樣的學術研究 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我說 所有 有在談和平協議的 中國共產黨 中國國民黨 他們談的和平協議 不是台灣暫時放棄獨立 而是台灣永久放棄獨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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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界做的那個 那個研究 還應該繼續做下去嗎 我不知道 那個 秋恩都沒有來 我不知道從學術倫理的角度 怎麼看這個問題 我覺得可以配掉 配掉 配掉 哈哈哈哈 喔 配 配掉選研中心 廢掉掌銷也可以 但是 但的確我們是花很多很多的錢 拿國家納稅的錢 在做這些事情 是真的 好 那當然就是 選舉研究中心 還是有做一些研究 我們沒有要做選術托海 只是 他這件事情不對 他做一個非常 超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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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民意調查 好 我剛剛講的 不是我口頭說的 他是真的有憑有據的 我們剛剛說 欸記得那個年限嗎 李凱茹提中成協議什麼時候 就是 1998年 然後 那個 選研中心開始做這個研究 是2002年開始 但是2005年發生了一件事情 從這個時間點 什麼是和平協議 其實是有中國的定義的 2005年3月14號就是 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 什麼是反分裂國家法 就是中國憲法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完成祖國的統一 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 所有中國人民神聖的任務 那 中國不放棄以武力 解決台灣問題 但是呢 會首先用和平手段 那什麼是和平手段呢 第七條 國家主張通過台灣海峽兩岸 通過平等的談判 來實現和平統一 那協商談判呢 實現和平統一 不是一次就談統一 他說有步驟分階段進行 包括哪些呢 第一個就叫做 正式及連數兩岸敵對狀態 就是簽和平結議 第二個 兩岸關係的規劃 和平統一的步驟 和安排台灣當局的地位 連台灣地區在國際上 與其地位相適應的活動空間 在中國的定位裡面 他都是來作為統一 他必須放在 實現和平統一台灣的大架構下 來推動這個政策 正在講什麼 為什麼馬英九任內 中國會讓台灣出席 WHA的會議 很簡單啊 有助於國家統一啊 為什麼 所以就是 中國跟WHA之間的協議 就是說台灣要參加可以 他就是以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作為觀察員出席 那這樣是對和平統一 是有幫助的啊 就是在國際法上的實踐上 台灣出席國際會議的定義 是中國的一省啊 所以連WHA的會議都是如此 更可以想像 你如果真的去跟他簽一個 和平協定的話 那會是什麼 那中國共產黨 這個是到了2012年 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的政治報告 協商達成和平協議 這個是放在這個的總目標下 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推進主國統一 為了這個總目標 要簽和平協議 那2005年 前面講的是中國 但是這個中國呢 已經不再只是他單方的主張 2005年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連戰跑到中國去 跟胡錦浩見面 那發表了一個聯胡會的新聞公報 那提到說 雙方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是兩黨的共同主張 所以他講的所有事情都是在 九二共識 反台獨的立場 在這個體認下 要共同促進 終止敵對狀態 達成和平協議 那建立 建構兩岸和平穩定發展架構 包括建立軍事呼吸機制 避免兩岸軍事衝突 所以這個時候的和平協議 很清楚 反台獨 九二共識 那什麼是九二共識 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願意共同努力 國家只統一 那請注意 這個聯武公報 稍微講一段小歷史 國民黨黨綱現在有沒有和平協議 那個洪秀柱要當 洪秀柱要當黨主持 洪秀柱要選總統的時候 和平協議放進去 到朱立倫的時候 把洪秀柱放進去的東西刪掉 但是這代表國民黨黨綱沒有和平協議嗎 錯 聯武公報五願景 這個東西還是放在國民黨的黨綱裡面 那什麼是聯武公報五願景 第二願景就是寫在這上面的 所以和平協議是國民黨的黨綱 那朱立倫把它刪掉 他還是國民黨的黨綱 我剛剛去上那個民視的節目 那個國民黨那個張詩綱 就是騙到最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國民黨黨綱 你那個聯武公報五願景 你要不要把它刪掉 那政府刪掉其實國民黨的立場就是這樣 好 那馬英九 2011年他選總統的時候 他 2011年馬英九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講說要簽和平協議 這個誰 朱立倫 朱立倫的岳父 在今年的1月5號的時候 要呼籲兩岸建立共同史綱 史官一起和平教科書 立此教科書 要簽和平協議 所以我數了幾大天王 朱立倫 馬英九 王金平 王金平不是 不是先前把王政真 跟馬英九站在對立面的嗎 但是 王金平也主張要簽和平協議 這是2018年10月23號 王金平在立法院質詢 他說 朝野因認真思考 推動兩岸和平協議 為台灣爭取足夠時間而生存空間 讓台灣不捲入國際強權的紛爭 這其實 這某個程度就是 也反映了某些台灣的民族性 就是 反正先這樣 但是 你所謂的先這樣 事實上 那些都是有前提的 你放棄的是什麼 你犧牲的是什麼 那可能是一個不可逆的 中國要求你 就是承認 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 放棄台北 將來有一天 一定要跟他完全同意 這是我們要的嗎 好 那這就回到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2月14號情能節 吳敦寅說 如果未來國民黨執政 經過兩岸折衝 國民黨政府就有權力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跟對岸洽簽和平協議 好 那這今天早上記者會我就提出來批評 按照所謂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不就是按照張新中條款了嗎 好 因為兩岸人 我們的所謂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對於怎麼跟中國簽條約 簽協議 其實規定是非常空洞的 他就只是說 如果協議的內容 不涉及法律修正 那就只要送立法院備查 如果協議的內容涉及法律修正 就送立法院審議 就這樣子而已 我們有沒有一部和平法 有沒有和平法 有沒有不和平法 有沒有統一法 有沒有不統一法 如果我們簽了和平結議 有沒有涉及法律修正 要修哪一部法律 如果簽了和平結議 要修哪一部法律 才可以落實 我在講什麼 比如說 簽ECFA 因為裡面有早收清單 簽設到關稅 那關稅是定在海關進口稅則裡面 所以你簽了 簽了ECFA協議以後 為了要降關稅 所以要修海關進口稅則 那個就涉及法律修正 那個就受立法院審議 所以ECFA協議後來在立法院 表決了19次 簽符帽 因為符帽沒有關稅 國民黨就說 符帽沒有關稅 不涉及法律修正 所以只要受立法院被查 好 那請各位回答我問題 簽和平協議要修改哪一個法律 沒有 至少你們講不出來 對不對 要不能講得出來的 簽和平協議要修改哪個法律 要不能講得出來的 這麼多聰明人都想不出來 所以無 要看他怎麼講 看他怎麼解釋 他可能 可能中華民國暫時還在 就是說 比如說和平協議是寫說 30年內要統一 那30年內中華民國還在 對不對 和平協議又不是一步到位的 統一協定 對 那這樣呢 要修哪個法律 所以 到時候國民黨就可以說 不涉及法律修正 就被查 就算是你受立法院審議 我剛剛講過了 ECFA了不起就是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打一架 然後表決19次 然後那個 那個 民進黨提案第一條刪除 第二條刪除 第三條刪除 國民黨回應說 只可全案表決不可刪除 然後王金平唸說 民進黨的那個 動議那個表決不通過 那 那最後呢 就是全部那個照案通過 然後 王金平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他說這個到底是 竹條 竹條表決呢 還是全案表決呢 很看成名 車成封 ECFA協議通過 就這樣子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我們沒有 我們的法律 對於怎麼跟中國政治談判 是這麼可怕的 空洞的規範 所以我們說民主防衛機制 這是不是該處理 這是不是該處理 就是說你怎麼跟中國簽訂 進行政治談判 好 我剛剛 這個問題 到底要怎麼來處理 好 那 所以呢 就是要跟各位報告 我們提出了這個 今天我們去立法院提出了 條約締結法的草案 好 嗯 我有多少時間 我有多少時間 我很快的至少跟大家報告一下 呃 我們基本上的想法 呃 那所謂政治條約是指 任何可能影響台灣主權歸屬 或 提位 事項的約定 包括這邊講的 和平潛令 軍事互信機制 呃 延續非戰爭狀態 我寫延續非戰爭狀態 不屑結束敵對狀態 哪有敵對狀態 敵對狀態早就結束了 好 然後安排階段性 或終局性政治解決法 要花聽分享將界 呃 處理雙方 在國際上代表或低位的問題 讓顧貨分享行政立法司法 等統治權 我相信在我們這裡面 絕對有朋友 會罵我說 你搞這個幹嘛 就是 這不用規定啊 就是 你在規定 再怎麼好 就是不應該跟中國談判 啊既然不應該跟中國政治談判 你幹嘛立一個法規範 如何跟中國政治談判 各位覺得呢 那我們可不可以定一個法 叫做 叫做那個 呃 這不是人 不能寫永生永世 或者講 台灣永生永世 還是中華民國永生永世 不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 法律要這樣定嗎 當然如果法律可以這樣定是 也是一個選擇 但我要講的是什麼 這是因為我們是同溫者 這是因為我們是同溫者 不要忘了 欸 有百分之七十幾的人說要那種和平結定 那你可以不定嗎 你可以不定嗎 你可以不定嗎 你可以不有一個 沒有一個法律規範嗎 那基本上我們的法律規範 我們的規範是什麼 講白了一句話 就是 比照修憲 比照修憲 你看這件事情是不是 對啊 剛剛有朋友講啊 就是 這其實就不會影響到 你這個國家到底存不存在 那它的嚴重性 比 憲法的修改還要嚴重 所以講白了就是 比照修憲 各位也不用仔細 一個字一個字看 我很簡單的能講 就是說呢 總統要去談判之前 要先提一個談判計畫 這個談判計畫要 比照修憲程序通過 什麼叫比照修憲程序通過 很簡單 立法委員四分之三多數通過 第二個公布半年 然後交付公民覆決 公民覆決呢 不是我們現在公投法的門檻 公民覆決門檻應該是什麼 比照修憲 修憲的公民覆決門檻是什麼 有投票權人的絕對多數通過 那談判回來了以後 談判回來了以後 草約不能夠簽署 要先送回國會 那國會要做衝擊影響評估 然後要舉行聽證 然後最後再由立法院的 院會審議 要不要通過這個條約 也是一樣 比照修憲程序 國會四分之三多數通過 公告半年 然後再 就是公民覆決 絕對多數通過 那當然我們 這只是民主程序 我們認為除了民主程序以外 還要加四個程序要件 實體要件 三個實質要件 第一個是 我國應以主權國家的地位 參與談判 及 政治條約的締結 第二個條約的內容 不得損害台灣人民的國民主權 亦不得影響 我國的主權國家地位 第三個 條約的內容 不得侵害人民或憲法 受 不得侵害人民受憲法 及國際人權公約保障的權利 除了程序要件以外 我們另外加 這三個實質的要件 那 當然有人會說 那這樣 政治談判談得成嗎 政治條約簽得成嗎 那簽不成就讓他簽不成 你換一個角度 如果你放棄這個 而簽得成你要簽嗎 放棄其中的一點 讓條約簽成 大家認為要簽嗎 好 那同樣的 再會有人質疑 再次提出質疑就是說 那你如果立場是這樣 你為什麼不真的定一個 就是 中華民國或台灣 永遠不得與中國 進行政治談判 那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 因為 我們是在民主社會 處理這些事情 或許我們認為這件事情 是 完全不用處理 但是 不是每個人的想法 都跟我們一樣 有75%的人 認為如果是 中國 在一定期間內 承諾不使用武力 台灣承諾暫時不獨立 有75%人支持 這樣的和平協定 你必須 回應這些人 因為這是多數 必須 跟這些人溝通說 好啊 那我們就定一個法 那如果 出來的東西不是這樣 那就不能通過 我們就看出來的東西是怎麼樣 但是基本上我們有個旗幟 就是 還沒有去談看之前 要先有一個 抵解計畫 那那個抵解計畫 本身就是一個高門檻 修憲的高門檻 好 好 時間的關係 內容我先跳過 我想談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談民主防衛 我們今天要談民主防衛 那個 大家都知道 這個習五點 那習近平呢 他說 在堅持九二公司 反對台獨的共同基礎上 還有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物 就兩岸關係跟民主的未來 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 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達成制度性安排 大家想到什麼 2005年的聯武功報 就是連戰 因為他當然希望說 國民黨上台去跟他簽和平協議 那國民黨還沒有上台前呢 國民黨還沒有上台前 大家只記得反分裂國家法 聯武功報 其實聯武功報之前還有一個聯送功報 就是 也就是說其實 他內容跟聯武功報幾乎一樣 反分裂國家法定了以後 中國就開始找宋楚瑜談 宋楚瑜先到中國去 簽了就是反台都 比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將來要簽和平協議 跟聯武功報的內容一模一樣 那習近平在想的是什麼 就是說 你目前是民進黨執政 但是我就把你的各黨各派的代表 拉到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 拉到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 只要大家話一押說 我支持九二公事 我支持台灣是中國民部分 我支持推動和平統一 我支持要跟中國簽和平協議 其實他是在瓦解台灣的憲政民主秩序 那我剛剛講說 這是台灣的民主一個脆弱 請問 聯武功報 聯戰可以 沒有經過民主授權去跟胡錦濤簽聯武功報嗎 各位覺得 他這樣對嗎 不對 不對是什麼意思 是政治上不對 還是覺得這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有沒有人認為聯戰這是叛國罪 對 這樣講好了 好 你認為 我們這樣講 就是 第二選項是 聯戰這個行為 是 呃 是對的 第二個選項是 聯戰這個行為 在政治上 是可非難的 但是 法律沒有責任 第三個行為認為 他不對 而且應該負法律責任 我問各位 你會選一 還是選二 還是選三 認為這個行為是 對的 請舉手 沒有 認為這個行為是 不對 但是 不必負法律責任 他只是政治上 應該被譴責的舉手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十一十二個人 認為這個行為不對 認為這個行為不對 而且應該要負法律責任的 請舉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個人 只有一半 好 請問如果要負法律責任 應該負什麼法律責任 判國罪 判國罪 好 這個就是我希望拋出來 做一個律師 希望我們的政治學者 憲法學者 哲學家 幫忙解決的問題 就是 民主如何處理 判國罪這件事情 而且這個問題 台灣有台灣的特殊性 以下我會說明台灣的特殊性是什麼 大概我這個年紀的人 我1970年出生 那 獨台會事件 我們都有參與 就是獨台會事件就是 就是 好國村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調查局到清大到很多地方 抓了幾個學生說 你們這群人在念史名的 台灣人四百年史 這個是叛亂組織 那後來我們就推動了 那個 廢除懲治判斷條例 跟廢除刑法一百條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內亂組 只有暴動 就是簡單講 就是一定要用強暴脅破 或者是暴動 也就是說其實某程度我們對 我們對用和平的方式 推翻政府 甚至 你用和平的方式 從內部推翻政府 或推翻國家 是寬容的 你如果發起一個總罷工 罷制罷克 然後罷到政府垮台 罷到甚至這個 這個第一共和變第二共和 變第三共和 然後制定憲法 在我們的法律體系裡面 是沒有罪的 因為我們對 因為你是 你用和平的方法去 簡單講就是 自己人用和 共同體內部的人 用和平的方法去顛覆 既有的共同體 我們是某個程度比較寬容 但是我們刑法有外患罪 你這個外患罪呢 我們很重要的 刑法113條 施與外國定約罪 因今允許之事項 未受允許 施與外國政府獲勤派遣 施人 違約定者 處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連無公報不就是這樣嗎 對啊 施與外國定約 這個和平協議 什麼一個中國 這不是應該要經過政府 允許事項嗎 問題出在哪裡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不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 我們最可 最大的外患 不被我們自己的憲法 定義為外國 所以我們是一個沒有外患追的國家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民主的最大威脅 學術上到底要怎麼處理 憲法理論上到底要怎麼處理 政治學的學語上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歷史抛給我們的課題 那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就是自憲 或者是修憲 就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定義為外國 那在這之前怎麼辦呢 在這之前就 就是我們所修改條約低解法 反正就把這個條約放進去 反正任何人 未經這個 我們前面講的這個 正當的民主程序跟授權 不得就涉及台灣主權 歸屬或地位實相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 或其所屬機構 所屬人員 或派卷人員 為書面或口頭之約定 發表共同聲明 相應聲明 或出席問議參與決議 基本上他的內容就跟 私與外國定約罪 那個外患罪是一樣的 刑度也是一樣的 只是在那邊 到底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什麼關係 各位覺得 這個事情是不是很荒謬 我們是一個沒有外 沒有辦法 這樣說好了 我們是一個 其實是沒有一個 沒有叛國罪的 你這個民主體制 就是某個程度 叛國罪就是在處理 維護民主體制的 最根本的一個刑法底線 但是這個中華民國體制 是沒有叛國罪的 這個題目怎麼處理 憲法不能夠逃避這個問題 政治學不能夠逃避這個問題 你談就是國家組織 不能夠逃避這個問題 我再講一個更荒謬的事 你說如果一個美國軍官 跑到蘇聯軍隊去任職 或美國的情報機構 跑去做蘇聯的間諜 會不會有罪 當然會有罪 雖然我對美國刑罰 不見得很清楚 你知道我們的法律體系多荒謬嗎 如果白賊役當總統 去向中國投降 做中國國家副主席 這樣就可以統一了 有沒有罪 有罪 有罪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未經允許出任 大陸地區行政組織的職位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你追究不了他 因為他 不被我們的刑法體系 鑑定為內亂外亂罪 所以在總統任職期間 享有刑事豁免權 不得追溯 你說這樣的國家體制 有辦法存續嗎 這個問題能夠不面對嗎 阿田又說總統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嗎 真的不可能嗎 誰知道呢 更荒謬的是 好你不要說總統 我們一個 比如說情報局的局長 跑到中國解放軍任職 是不是萬犯罪 不是 因為中華的民共和國 不被我們的法律 定義為外國 所以是什麼 也是一樣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任職三年 台灣的情報機構的首長 任職就是退伍三年以後 再去中國那邊認職 了不起怎樣 罰十萬人 連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都沒有 這樣的民主體制 有可能維持嗎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非常謝謝中強律師 那我們請委屈老師 我沒有準備回憶片 不過我可不可以回到一下 剛才中強律師的回憶片 我想借他的其中一章 開始 就是那個 談到審法113條 往前 審法113條 審法113條 往後 對 往後 好 對 剛剛沒 下 剛剛沒一下 剛剛沒一下 這個 請各位再看一下這個 刑法113條的規定 請注意這是我們現在的刑法 就有的規定 它很早就定了 它定說 因經政府允許的事項 沒有受到允許 私與外國政府 或其派遣之人 為冤定者處 無期徒刑 或今天以上有期徒刑 這是一個外販罪 我要請保證 這個條文的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條文的意思就是 密發者 預設的一件事情 預設說 任何人 他如果不是在 政府授權的情況之下 他想去跟他國 遞約 他沒講定什麼約 去遞約 這就是一種 對於主權的侵害 OK 因此把它當作 萬犯罪 這是這個條文的 意思 就是 立法者 就預設了 這就是一種 對於主權的侵害 那剛才 周常律師在 問說 連用公報的事情的時候 大家舉手的情況是 有一半的朋友 認為說 那個連湖公報的 那個行為是 政治上不對 但是他應該沒有 付法律所謂 其實這就透露出來說 即使在我們現場 的 這麼關係台灣民主的朋友裡面 也有一半 的朋友 並沒有意識到 像連湖公報這樣子的 一個行為 是對於台灣的主權的侵害 就你沒有想到說 你去跟一個人 沒有經過國家的授權 跑去跟中國 簽一個聲明 一個公報 這是一種 對台灣的主權 對中華民國主權的侵害 我們沒有 有一半的人沒有這個意識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我認為 唯妙的地方 就是我們 可能很長期以來 都被訓練成 對於這一種 主權威脅 憲政民主體制的威脅 沒有感覺 或者是感覺不敏銳 今天中華律師所說 談的這個 《條約递劫法》 檔案的修法主張 僅僅在指出說 這個本質上 其實已經是具備 主權侵害的行為 只是在法律架構上 沒有辦法直接使用到 現代新法規定 所以需要一個技術的規定來補足這個法律架構的瑕疵 把它另外的規定出來 但是它的本質其實是一樣的 但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透露出來的對付這種台灣主權受到侵害 受到威脅的這一種不敏感和夠敏感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危機 甚至我要說的是就是今天我們會在這個地方談這個題目的一個起點 剛剛朋友們有說過 就是你快來關心今天這個主題 跟最近這一次的大選公投有關係 大選公投的結果讓我們關心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是一樣 我是外小鐵人 我是高雄人 那這個大選出來的結果 讓我非常非常的焦慮 對於我相信 對於關心台灣民主 關心一個人可不可以做為一個自由人 關心台灣的未來的世代 能不能繼續有機會成為自由人 而且能夠辨明民主政治 跟極權政治 威權政治的差異的朋友們 在經過這一次的大選之後 看到大選的結果都會焦慮 我相信 我就是非常焦慮 那我的焦慮 焦慮的 這個 地方在於什麼 在於說 你看這個政治形勢 很有可能 2020的大選 整個國家的 這個政權 會遺墜 會政黨人體 那政黨人體 在普通民主國來講 就是一個常態 可是對台灣來講 2020的政黨人體 如果這個政權就是由 現在蠻清楚的 就是 以一種中國代理人 或中國四重身份出現的 中國國民黨 拿去 那我會相信 中國國民黨 既在歷經了 2014年 反胡茂那個 經歷之後 他不會再給台灣任何的時間 他作為 中國代理人 或中國四重 他會很快的 讓中國的力量 就控制開 我相信是這樣 因此我非常焦慮 如果我們 2020年 發生了這個政治局面 那麼 作為一個自由人的機會 我的下一代 我們的再下一代 作為自由人的機會 保養我們的力族的機會 很可能 很快的就上市了 而且這個國家的局面 就會變得 像現在 在中國的 新疆 西藏 香港 一樣 以中國的這種 現在的 步伐來看 對於 對於那個 自由 人權 民主的 這種 消滅的手段 是非常非常的 強烈 而沒有限制 所以我 文教力是非常深的 因此 我們才會在選後談 關於民主防衛這件事情 那談民主防衛 首先當然必須要去分析一下 我們當前這種 這個民主危機 是怎麼來的 是怎麼來的 我們的民主危機是怎麼發生的 對我來講 我認為這個因素就是 有兩個面向 一個就是外地 就是說外地 外地當然就是中國的力量 一個是台灣內部的因素 台灣內部的因素 這兩個因素的 任何一個因素 沒有辦法被控制好 我都會認為 2020 或 最多2024 台灣都會 被錯過它走 那等一下會 會獲得到 其實這個地方 所以我在 最近在談 民主防衛的時候 我會主張 我會主張 我們應該用一個 比較完整的 民主防衛的概念 來談這件事情 一件事 是關於對外的理由 也就是中強剛才在說的事情 就是我們如何 在法律制度上面 設下防火牆 尤其要在2020 政黨 輪替之前 設下防火牆 至少讓 在2020 一旦 這場問題 也不至於這麼快的 就失去了台灣的民主 那這件事情 就是在法制上 要做出 修法 立法 和這些 工程 把它打進 那中強所談的 這個 現在要因應 那個關於 簽訂和平協定的可能性 這個 這個 條約底協法的 草案 修法的倡議 就是一個 機制 一個手段 當然還有更多 剛才桌上有提到 還有包括了 兩岸 就是對中協議的監督條例 甚至也會包括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還有公投法 這些都是法律的手段 好 那麼 我的 我的分法是這樣的 就是關於 透過法律的手段 來 領導外例 這個外例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就是 這個外例 一個是直接從中國那邊 第二個就是 中國透過 在 吳建林老師所說的 在地協力者 所進行的活動 都是外例 所以在 最近這一次的大選裡頭 我們看得很清楚的 是 在這一次裡面 在這一次大選當中 中國對台灣發工的戰爭 就是訊息戰 所以承擔起這個訊息戰的 角色的人 基本上 也就是外例因素 也就是 也就是 這個 建林老師所說的 中國的 在台灣的 戰爭性力者 那這些人 包含了什麼呢 包含了政黨 包含了 地方的政治派系 也包含媒體 那這一些 這些人呢 就是 透過 發動 訊息戰爭 代理戰爭的方式 來製造這個議題 這個是我 第一個部分要 談到的事情 第二個部分 台灣的內部意思 我會說 是社會團結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看 蔡英文 在元旦的時候 發表的兩次談話 第一次元旦的時候的談話 接下來喜無典出來 然後她對於喜無典的 這個回應 我們會發覺 蔡英文對於 一旦中國用硬的方式 來對台灣 那麼 我們的總統用硬的方式 回應回去的時候 得到的支持是 多的 是高的 也就是我們對於這種 險在的 恐嚇 威脅 我們的警覺性是比較高 所以對外防律這件事情 要做 而且可能比較多的人 注意到他要做 但是 在內部的瓦解這件事情 可能 大家的敏感度就 少了 就欠缺了 例如 這次 大學的結果 很可能 勞工不支持民進黨 很可能 農林不支持民進黨 這裡面我們先撇去那個 訊息戰的問題 這裡面確實會出現說 一旦 在 這個國家裡面 有一些人 有人 認為自己 並沒有受到這個國家照顧 他就不會支持 這個政權 他就不會支持這個政權 那他 展現出的投票行為 搭配的那個外來因素 的結局就是這樣子 所以 不但外面這個防線要防 內部的瓦解這件事情 也必須要防 那防瓦解的方式 就是 等一下 其真要說的 提到的 這就是 執政當局的自我責任 自我責任 這不是能夠推到別人身上 就是自我責任 如果你認 你的執政的結果是 就是有人被你認為被你的氣 譬如說高雄 老實說高雄之所以 變天 有一半以上 有一半的因素 固然是 蓄起戰的結果 但是他所利用的因素是什麼呢 利用的因素是 陳菊民進黨在高雄的執政的結果 事實上 他並不是 照顧基層的 就是很多的基層的生活 或需求 都不是他的市政中的 所以 對於 陳菊的市政 的某種批評 譬如說他只做門面 這種批評呢 那 雖不中 亦不願意 我舉個例子 我回高雄去 很明顯的 我家 住在那個 那個 非門面區 陳菊執政 執政八年 很簡單一條 陳菊執政八年 我們那個 那條街的 那條路 也不算想不到路 但他不是精華區 那條路的人行道 從來沒有平過 就是八年裡面有 你在怎麼樣執政的 市政順序 這個順序 八年也足夠讓你把 整個市的 每一個角落的 街道 安全做好 清潔做好 至少可以做到 但是高雄不是這樣 我最近才回高雄去 看到那個 主要的大街 譬如說 那個 百貨公司所在的三波路 你看到他那個 人行道的鋪舍 就非常的堅固 非常的平整 可是我們只要稍微 轉出去一下 不這麼熱鬧的地方 就變形了 這只是一個例子 還有一些情況 譬如說 那個果菜市場的 拆鮮爭議 例如說 那個 圖書館 私人圖書館 去佔用綠地 的爭議等等 它其實都造就了 高雄市民的不滿 我要講的就是 在後面這件事情上面 如果你只想到要對外領域 但是你在內部上 內部裡頭 卻自行瓦解 那很有可能 那個外戶的 體育效果 也是一樣 所以我的基本看法是說 我們在此時此刻 你真的要 做好民主防衛 絕對不能看到外面如何體育 用房中的想法來做 然後在對內上 繼續朝向 一種不平等的 資源分配 的政策走 只顧那個 有錢的人的聲音 不顧少數的被犧牲者 你不能這樣做 因為你這樣做 你的破口 你的從內部瓦解 是更無救的 這是我的看法 然後我回過頭來看 那個外部 外部介入的地方 如何防止 剛才中朝提到了 重要的法律公財 那麼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公國法 公投法的修法 那不直接民主 這件事情 對民主國家而言 也是一個可貴的民主詳釋 甚至我本人 我自己 在前一波的公投法修法 的運動當中 我也是倡議 公投法要降低一台 要解放兩輪公投的 一個主張者 不過當時我是把公投法的想像 跟當時也在推的審議民主 連起來 不過實際上 我們公投法的修法 並沒有處理審議整理法 雖然降低了門檻 但是 公投的過程當中 如何讓意見能夠充分地討論這件事情 不在上一次的修法的重點裡面 而這一次公投 本 呈現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民主品質非常低 以至於我們還懷疑 直接民主的民主價值 它的核心的因素都是因為 那個 在過程當中 那個理性審議的過程 資訊的透明 或充分 或精確性 都已經出了問題 所以 在剛才講的所謂的 對外界這件事情 要打住這個可乘之機 公投法的修法也是必要的 也是重要的 但是公投法的修法 不太 重點可能不太是 再把門檻往上跳 因為 那固然是一個 那固然是讓公投容易啟動的一個因素 但是你要讓公投變得很難啟動 其實也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有過去的歷史 所以現在要做的應該是說 讓公投除了它可以啟動之外 在啟動的過程當中 一直到最後的投票 如何讓那個 審議的 這個程序成為可能 這可能是要大家去計較的事情 那這個 公投法的修法 目前 指的公民團體 其實也 人 其實也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想有很多的 可能不太是 角落的人也在討論 無論如何 這件事情也是要被注意到 因為接下來 2020年 現在已經有人在 準備複製去年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擋住這件事情 公投修法修法 這個東西 要讓它成為一個 謹慎的 謹慎執行 過程的直接民主 這件事情變得很重要 我想 我想 在這個地方就是 公民團體要做的事情 然後 今天主題是 公民如何參與民主防衛 我們大概提到這一點 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認為我們的公民要參與民主防衛 在此時刻 最重要的就是要參與訓息戰 就是要加入這場訓息戰 沒有 就是並沒有這麼多的人 有這麼多的經歷去研究 法律要如何改 有的人會花 會花力氣投入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辦法投入 可是 那個訓息戰的問題是 有心的人都可以像這場去做的 而且 我覺得 更需要做的是說 不只是擔心不動 而是我們有這麼多的人 如果我們有這麼多的人 關心現在的民主狀態 我們也都足夠的 意識到 這個 假訊息 或扭曲的訊息 對於台灣的民主 的衝擊的話 那我覺得大家 可以做的是 互相支援去形成 你的小團體 或小團隊 幫忙做 資訊傳播 幫忙做資訊傳播 我覺得這些事情 是我現在看到覺得 公民可以參與的方法 然後還有一些事情 要做 就是我剛剛講到 就是大家的 就是 我們對 民主 危機的意識 是不太夠的 民主危機的意識 是不太夠的 更往前講 我們的 這個背話 還有一個更大的因素 就是 長期以來 我們都 不訓練 有關心政治的功能 所以許多的人 在這一次投票裡頭 因為平常並不關心公共事務 就是對公共事務 不深思 不關心民主 不把他當作一個需要學習 並且經常放心裡去 注意的問題 因此他就很容易的 受到這些訊息的操控 因此他就很容易做出這樣的投票行動 這件事情也必須要被處理 而且就是現在開始就要被處理 當然 你可以說他是打理的工作 沒有錯 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沒有錯 但是這個打理的工作 現在不做 都會太晚 所以 如果是我 我在選後 我的自我檢討是 我在學校裡面教法律 我雖然教的是刑法 但是我從刑法的角度 都試圖傳遞 關於民主 關於人權 關於自由的訊息給學生 可是學生還是 有經沒有道 指援歷史 我跟學生吃飯的時候 聚餐 我的導生 常常接觸到上網課的導生 他說 我回去要投韓國語 誰如果跟我講韓國語不好 我去把他罵一頓 這樣子 跟我試看的時候這樣子 不過 因為我是 我跟他全體不對等的 我當然不會 我覺得當場不適合跟他下去辯論 我直接提醒他 一句話說 小心不要被騙 這樣子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學生 現在是不是覺得他被騙 他是一個學法律的學生 可是他確實對於 事情是這樣的反應 突然間說 他的辨別力是這樣子 這就讓我解決到說 我們光靠課程的方式 就是想要 至少在法律系裡面 把這個公民意識傳遞出去 都怎麼回 所以我自己是不是應該改一改 所以我現在最近在做的事情是 推一個教具 叫做民主金蛋糕 一個桌遊 對 我想通過這個桌遊的方式 用那個小團隊的審議民主 玩遊行的方式 讓大家習慣 開始學習或進入那個 如何健康民主的思考 通過這個遊戲 去讓大家 讓我面對的學生 他們能夠真正的有 對民主的認識跟珍惜 最近 有幾個朋友 包括公民團體裡面的朋友 包括那個 在學校教室的老師 包括我自己的學校的老師 因為知道 因為知道我有這個教具 所以 有興趣跟我做這個活動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也可以做的 好像反不進擊 不過 還是可以做 還是可以做 好 但是一個地方 我講的是說 我在外部建立民主防衛的安全法 這是一件事 第二 在內部 透過社會團結 來鞏固民主 達成 這同樣也是一種自我 民主防衛 這是一件事 在外部這個 問我在周翔律師之外 所補充的 給各位的 我的想法 當然就是這樣 公投法和修法要注意 第二 訊息在需要大家的加入 好 那 當然還有一些更深刻的問題 譬如說 媒體 他們之所以會在台 台灣扮演這些角色 他必定是跟中國方面有一個很 很強力的連結 各位如果 其實中小律師有一個圖影片裡面 他有一則新聞 這個新聞我當時看的時候 我有注意到 但是後來找不到 這是另外一個圖影片 在講什麼呢 在講 從2013年到2017年 2013年開始到2017年 中國呢 都舉辦所謂的 海峽兩岸媒體高峰會 然後台灣的媒體呢 就會帶一個團隊去參加那個 高峰會 在高峰會裡面 這個 中國的官方就會發表意見 包括那個余政生 那講的什麼 兩岸的心靈器 然後這些媒體的名單是什麼呢 我現在可以講 名單是 忘忘不用說 TVBS OK 今日新聞 Now News 跟Now News所屬的東升 這些名單都在那個新聞裡面 然後聯合爸爸 又是自己去 所以你數一下聯合報 旺旺 今日新聞 東升 TVBS 對照一下 政治大學裡面 這些媒體做的事情 一直到今天 你大概就可以 看出來 我們說他是 中國的代理人 或中國在一起的藝人 應該是八九不理事 只是缺證據 但是我們很難住在這個地方 你在法律上要攔截這些活動 你要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攔截它 或什麼方法來檢查 這些事情是在法治上要去思考 但是比較難 但是比較難 可是我認為在法律上還是要做 那這裡面又涉及到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的資本融洞 中資 是中國 通貨資金直接的或間接的 來控制了這些 訊息管道 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設法 把它監控出來 所以我想中強律師 也在 今年的一個 部管察會裡面提到這件事 關於中資的法律上的 這個 法治上的 這個處理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大家也要來關心這件事 所以接下來內部 社會團結的部分 就交給請 我簡單講一兩句話 柏拉圖它是 整個西方最反規民主的思想家之一 接下來可能是名才 柏拉圖說 民主等同於讓一群 就像小孩子開大車一樣 就像統治軍治國一樣 也就像那些一群 無知無腦 完全不知道狀況的人 就是在那邊玩遊戲 會把國家給毀掉 但是呢 目前這條大學政治系的系主任 英國才子 他最近對民主的觀察 他說 民主制度本來就是給一大堆政治人物 就是小打小 然後就像在玩小孩子的遊戲一樣 可是呢 那需要的是兩邊的人都認定民主制度是唯一的遊戲 你才能夠玩起 你才能夠玩得起這樣的遊戲 要不然它會變得非常的危險 然後呢 那剛剛文群老師呢 他提到的桌遊 是希望透過桌遊的方式 讓我們從幼稚的遊戲裡面去見證 深刻的東西讓我們去增長 但是他也引出了一件事就是 除了對外的比喻之外 其實是對內的社會團結才是最重要的 那對內的社會團結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我們要請請珍來跟我們講 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謝謝 我想剛剛有群老師已經幫我帶了很多 就是說我要負責幾個的題是這一題 要跟一起來思想的是 民主防衛需要社會團結 但是社會團結會有所謂的生命共同體 到底如何產生 那這一題是有別於 剛剛中強律師所講的很多的法律的公式 那眼見的朋友可以看出 我們已經在醞釀一個新一波的功能運動 那這個是委群寫給我們的內部文件 那我覺得它寫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把它拖得出來 剛剛我們講了很多 對於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跟民主的一個 各層面的攻擊 我們在醞釀的這個運動 首要的目標是在政治上面推斷民主防衛的公式 那這些公式就是中小律師剛剛說的 可是另一方面呢 就必須透過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的人權跟教育政策 來鞏固社會團結 只有社會團結讓人人受到國家的照顧 才能從社會內部得到民主體制的支撐 也才能使外部的民主防衛攻勢有效運作 這個內跟外 英跟養的關係 在偉群老師這段文化的文字當中其實都得非常清楚 那問題是什麼是社會團結 剛剛偉群老師有講到就是說 我稍微帶道就是說 人人受到國家的照顧這件事情 那自從韓國瑜之後 我們在這個所謂的論述上面都強調要接地氣 要沒有底線 要想出去讓人家很能夠一下子用你膽 所以我們思索的很久是什麼 就是你家的事就是國家的事 這是社會團結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這樣一個社會團結的精神 其實在一個比較白話的演繹當中 就是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 每個人在日常生活當中 或者是在一個完整的生命歷程當中 從出生到所謂的搖籃 這過程當中跟共同理事 共同綁在一起 那各位想說 在台灣目前有沒有這樣的制度 是最接近的 有沒有 健保 對不對 我們需要很多類似健保障的制度 那說到社會投資 為什麼社會團結需要社會投資 中強律師前幾天又提醒我說 社會投資真的是一個非常學術的用品 社會一般人聽不懂 其實我也是經過很多的訓練才知道這個意涵 社會投資是國家投資社會 可是社會的單元是什麼 是家庭跟個人 所以今天台灣的問題是 為什麼民主從內部崩擊 為什麼韓國瑜非常簡單的口號 人進來或出去高雄發大財 就是這樣一個 近乎無腦的宣言 可以打動這麼多的宣言 這個我覺得倒是我們這個投資 應該共同來反省的思考 所以去年年底的選舉結果 勾勒出經濟轉型跟社會團結 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那2014的318乃至2016的大選 結果讓我們產生一個錯覺 覺得台灣的主體議事已經遭到確定 對不對 所以去年年底的選舉 才會給我們這麼大的震撼 乃至今天的焦慮 所以你如果回過來 比較長的時間來看 你會發現說 其實不管是2014的地方選舉 2016大選到去年的年底選舉 其實它都是一個頻率過快的政治土石流 這樣的政治土石流為什麼會發生 因為它有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構 就是所謂的殘破的共同體 這個殘破的共同體 就是讓每一個人生活在這樣一個民主體制當中 它變成必須怎樣 自求多福 因為國家不會照顧 那譬如說最異常的就是什麼 我們的低薪 低薪問題當然有這種高位的數據都能看 第二個就是社會投資嚴重不足 就是國家投資社會不足 那這個會更加讓低薪的現象更為怎樣 尖銳化嗎 因為等於說如果國家公共化的很多的福利 很多的服務提供不足的話 每個人都必須到市場上掏錢去買 包括你的教育 包括小孩子生下來的托育等等之類的問題 它會讓低薪問題變得更加的尖銳 所以這兩個現象坎外在一起 它變成一個自治土石流的基礎 而且會造成一個什麼 少子氯化的現象 那這個我們從國家有序的角度來說 它更是一個缺口 是不是 為什麼年輕人議題變得如此的棘手 難以解決 其實跟少子女化是有關係的 就是 未來的老人必須用今天的 未來的年輕人去扶養 可是當年輕人越來越少人 越來越多的時候 年輕就變成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那這個演變成什麼 政治意 政治問題 它有很強烈的政治影響 可是它的根源是什麼 是來自於少子女化 可是為什麼少子女化 當然很多人是說 觀念的因素等等之類 讓大家越來越晚 或越來越不小 可是事實上這背後 我從經濟學者的角度來看 這背後有很強的什麼 經濟的制約 比如說我如果生一個小孩 她的兒果又必須去工作 我媽媽必須去工作 雙新家庭才能夠維持一個基本的開銷 可是媽媽的收入 又在一個低薪的一個結構當中 她出去比如說賺三萬塊 我們說薪資中位數 可是呢 光是小孩拖給保母就要多少錢 可能要占到一半的她的收入 所以假設她生了兩個 保護費就要三萬 她就倒不如不要出去工作 是不是 所以這種因為低薪所造成的少子女化 其實是非常嚴重 這又衍生出利益波的一個政治的衝擊 所以我們今天講台灣的主權獨立 要民主防衛 其實必須考慮到社會經濟層面 這個圖像才會完整 或者是我們所建構的那些法律的方式 才會有效 那其實說來說去又是經濟問題 比如說為什麼韓國語的這些 近乎無腦的口號可以奏效 為什麼像韓君老師剛剛講 他的法律系的學生 對那樣的空洞沒有解釋的能力 那說來說去就是我們經濟轉型 沒有能夠成功 沒有能夠成功 使得我們的經濟來處於什麼 非常血汗過勞 非常低薪 非常必須依賴中國 不管是光客還是他的出口市場 所以我們經濟轉型不成功 也連帶造成這樣一個經濟 政治的一個衝擊 跟民主的危機 那你說我們經濟轉型 這是我研究的一個主題 就是經濟轉型的創新驅動 其實就是兩個模式 一個就是實驗室 基礎研究 前瞻研發 就是很fancy的科技 那這個表 其實我這邊不要放大過 因為講得太細 各位回去會這樣更加焦慮 那如果真的 所有台灣經濟的一個秘密 就在這些的 這大概這三張圖表就可以說明 就是說 不管今天任何政府告訴你說 我們要投入最先進的科技 去建議最先進的 最先進的科技產業 那個基本上都是怎樣 我是覺得自於魚人 因為我們的基礎研究的投入 在國際上就是怎樣 屬於最少最末端的 所以造成我們對於對外的技術依賴 其實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它有一個相關性 那這個是對照跟韓國相比 就是 像美琴說我們這個國家的 研發投資超過GDP的3% 好像很多 可是像我們去細究它的研發的內容 它投入基礎研究的部分 以企業部門來說 我們幾乎是零 所以不會有第一個路線的創新出現在台灣 那第二條路線就是北歐模式 它不見得一定要是最fancy的 去跟最先進的國家去硬碰硬的那種科技 我們可以走界定性的 就是在既有的產業基礎上 慢慢的去改善 比如說最近最夯的一個養豬業 我們覺得養豬業非常弱亡 可是最近有一篇轉文 就是台灣養豬7年聯盟 他們去丹麥參觀 發現說要批一批是錢 人家養豬可以這麼先進 這麼兼科技 而且即使它的規模 它的沒有太多的這個要素條件 它還是全世界豬肉出貨第一丹麥 賺很多錢 可是我們的養豬在台灣卻是怎樣 非常的弱 這中間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落差 一個答案在說 我們本身是不懂得合作 所以他們的那個創新 漸進式創新 不見得要fancy的科技 它可以是最傳統的產業 農業 可是它是非常高附加價值 非常高什麼科技含量 可是那個是靠什麼 靠產官學研的密切的合作 靠豬農之間彼此密切的合作 所以我把這個創新叫做什麼 learning by cooperation 就是透過合作的一個創新方式 那你說我們台灣好像也很標榜 我們是中小企業很冷的 怎樣彼此網絡很強 可是我們的合作含量 其實非常差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這個制度的土壤當中 沒有合作的這個DNA 沒有合作的DNA 那個這個跟我們整個制度的設計 跟教育的方式也有關係 我們是非常不鼓勵合作 那因為合作需要一個前提是什麼 平等 人跟人之間那麼不平等 你願意跟一個 從高往下看你的人合作嗎 你可以跟這樣的合作嗎 不行 制度上也是啊 如果說經濟果實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 資方拿手的大部分 你會信任這樣的資方嗎 不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制度上其實是反合作的 所以第二個創新的路徑 我們目前的條件也做不到 可是這是相對於第一條 這一條是我們可以 也應該去追求的這個路徑 待會我會講對手 那我剛剛講到分配的問題 合作的前提是平等 那平等其實也不是空談 我們必須從經濟果實的分配去探討 這個是不是一個 合物公平正義的經濟型態 那個這個是從所謂受戶人員 就是所有我們這個國家的勞動 勞動者 從共同創造的那個GDP 就是經濟果實當中 分配不到的比例 從1992年的高峰51% 下降到現在不到百分之 大概百分之四十四左右 衰退的將近7%多 基本上跨城這樣的圖表就是 受戶人員報酬從51% 變成不到44% 那你說那這些經濟果實 跑到哪裡去了 跑到營業營餘 營業餘餘是誰在掌握 資方嘛 你看從29%成長到35% 然後國家拿走的生產 進口稅的金額 從10%衰退到多少 大概5點 然後固定資本消耗是 資方投資在一個 機器設備上面的折救回收 反正就資方回收回去 資方回收回去的 氛圍變大 所以錢跑到哪裡去了 台灣的錢跑到哪裡去了 有人說 藏不明明 藏不明明 其實不是 是藏於婦明 對不對 沒有藏在我們口袋裡 是不是 藏於婦明 那又有一個聲音說 台灣這個薪資 就是低薪化 或是薪資佔底降低 難道不是全球化的一個 普遍的現象嗎 那這個圖表就是來 極碎這樣的一個說法 比如說光是看2006到2016年 這將近20年間薪資佔比的跨國比較 台灣是下降的 跟我們一樣下降 像德國的一樣下降 日本的下降 美國的下降 可是注意到他們下降的比例 都沒有台灣來的距離 而且沒有來到台灣這麼低的水準 其他正常黑字的國家 其實薪資佔比都是怎樣 增加的 所以並不是全球化底下 所有國家的薪資佔比都是下降 不是 這個圖就看台灣雖然是下降 而且它的程度是異常的低 多數國家的薪資佔比 就是分給勞動者的這個比率 都是在55到65%之間 OK 所以台灣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經濟的結構 是非常的怎樣 不公平正義 那你說薪資佔比從 就衰減的這個7.2% 到底 換算成每一個薪資的那個比率 到底是多少呢 其實 以最近的GDP的規模來說 將超過17兆 1.23兆是從原本員工的薪資變成資本的利益 以目前就業者規模 一千一百二十萬美元計算的話 如果這1.23兆是像1992年那樣的分配比率的話 目前每一個人的月薪可以多出9千塊 這就是被偷走的薪水 被偷走的薪水 那OECD的一個 也專門研究薪資佔比的 法國研究的比較直出說 所有的制度因素當中 為什麼會有 就是你想這個薪資佔比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什麼 勞工的什麼 溢價能力 Fargan power 那我們台灣的勞工的Fargan power 這個溢價能力為什麼這麼的低 就反映到這麼低的水準 我們從外籍勞工的使用數量 比率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已經超過70萬的外籍勞工人 那以2017年的話 已經佔所有本國勞動比率來到5.7個省 就將近一百個人當中 有將近六個人是外籍勞工這樣的比率 那你說是高還是低 這個相對數量其實 絕對數量沒有太大1 我們要跨國比較 我們要跨國比較 像日本 它的百分比是多少 不到就1.6 100個有1.6個是外籍勞工 韓國用了多少外勞 100個有2個 我們用了多少 我們是用了 將近是日本用韓國的3倍的外勞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會嚴重影響台灣的低新化 所以使得台灣 比如說在2006到2016年 整個製造業的單位勞動成本 是以-2.5%在下降 今天最近小英說 要讓台商製造變成什麼 台灣製造 可是這些台商製造的內容是什麼 為什麼台商還沒有回來 我們政府就要給予很多的外勞 和拖台給他們 他們一直在爭論說台灣缺 5缺 要政府趕快解決 他們才願意回來 事實上這都是謊 台灣的勞動成本已經非常非常便宜 製造業每個小時的勞動報酬成本 以美金來算的話 我們目前是不到10塊錢美金 韓國多少 22點多 將近23 是台灣的超過2倍了吧 所以難怪 現在南韓的總統 吳在寅說 他們韓國要訂最低薪資 訂在多少 各位能不能猜個數字 最低薪資喔 現在台灣最低薪資多少 23K 南韓要訂在多少 超過新台幣4萬 你從這邊就理解為什麼他們有這個實力 對不對 那這次我去 就很多人說台灣的製造業還是很多 然後是所謂3K的工作 高張熱 所以一定本勞不願做 只有外勞願意做 那我真的去相關的廠商去看這些外勞工作的情形 那出來之後 你會覺得說 欸對啊好像這些工作本勞不願做 可是後來這個老闆 中小企業組自己透露出 原來這些工作都是可以透過自動化 就取代 那他如果去把它自動化之後 用機器智慧機械來取代的話 其實會帶動台灣智慧機械的發展 對不對 而且就他本身的財力跟廠房的空間 他根本不會影響到現有的 現有的那個生產 他就同時可以去進貨那個自動化的一個生產流程 可是為什麼什麼因素阻止他沒有立即的去做呢 因為有便宜的外勞可以使用 什麼因素讓他覺得說有點危機呢 因為聽說這些外勞的出口 逐漸在限縮勞動力的出口 他開始有危機感 不是因為台灣政府的作為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OECD國家的租稅負擔率 租稅負擔率的意思是說 國家收稅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率 那最低的是墨西哥18.8% 這個含社會安全圈就是我們比如說 繳勞健保的那些社會安全圈 韓瓜在內的話 墨西哥最低 在所有國家當中最低的是18.8% 最高的是丹曼 那各位猜台灣在哪裡 12.9%是未韓社會安全圈 如果我們也把勞健保的支出 考慮在內的話 我們跟墨西哥是完全一模一樣 這就是台灣的現實 就是我說的那個政治土石流的那個社會經濟基礎 這個國家課稅能力以上 我們要求國家去提供很多的公共 必要的公共服務 比如說教育 國家必須從哪裡來支付這些服務 一定是從收稅的 所以這個影韓的整個台灣的國家 對於人民的照顧的水準是非常低落的 這就是突顯剛剛偉群老師講的 這個國家不照顧人民 人民變成必須自求多福 當我在處在一個自求多福的情境當中 我拿國安藝術呢 主權不利 是不是 我趕快要怎樣 你說夠辦法還是要夠服務 是不是 台灣人慣性思維 當然要先夠辦法 那這個 again 台灣國家的這個收稅能力 其實也不是一直都處在這麼低的情況 它同時也是一個從九年代初期開始下降的一個趨勢 那這些問題會糾結到哪裡 就我剛剛講的 台灣的少子化 少子女化 少子女化 變成直接就是勞動人口減少 所以幾個禮拜前 自由時報裡 日本的一個新聞說 可能會重演 日本的失落的20年在台灣 所以這裡會帶到說 目前我們的現況 少子女化 而且是高齡化的學位 低薪化的這樣一個經濟體系 而且我們婦女的勞產率過低 剛剛原因有稍微講過了 而且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內需部門過小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要出口 要出口 我們的經濟形態就變成要依賴中國 所以有這些種種問題的糾結 那唯一的解方 我們已經跟很多的一個學者 跟朋友一起去探討 唯一的解方是在哪裡 是在大幅增加社會投資 用社會投資策略來提高生育率 那這些公共化的部門的薪水 可以直接是用訂定的方式 給他們合理的薪資 而且讓更多的婦女可以就業 而且擴大我們的內需 所以必須有一個完全不同於市場的一個想像跟邏輯 來解這個困境 包括台灣民主的困境 所以我們在講社會投資是台灣民主防衛的戰略高低 我就回到說我們去思索 社會團體跟生命共同體的內容 就是我剛剛講 你家的事就是國家的事 我們在這個體系當中已經被詢話到說 我們不敢要求國家來去幫我解決我的教育 為什麼我要背那麼高的學貸 我為什麼生著小孩我要付的保母費 不僅是供給不足而且這麼的昂貝 讓我生養不起 為什麼房子高到全世界 以房價跟所得來比台灣 大台北地區的房價是全世界最高的 各位知道這件事情嗎 這一點都不合理 對不對 這件事 這些我家的事 就應該是 其實都是國家政策造成 國家出面解決 這個才會構成所謂的社會團結和生命共同體 它不是一個理想抽象的一個概念 不是 它是很實際的政策 社會投資政策 可以讓經濟政策跟社會政策重新連結 我們都把經濟想像成是什麼 只有產業 這是錯誤的 OK 這是完全錯誤的 要把經濟局限在產業當中 可是這樣 事實上 社會投資其實最重要的是 投資人的這個概念 要回到人本經濟 回到人本經濟 人如果沒有創造力的話 怎麼可能說這個經濟體系 可以賣入創新驅動呢 是不是 所以重點就在於說 社會政策如何讓人生活在一個有尊嚴 一個基本需求 受到保障跟滿足的情境之下 讓人的生產力跟創造力 可以處在很高的水準 也唯有如此這個經濟體系 才能富有什麼生產力跟創造力 才能夠不去依賴代工製造 代工生成 不去依賴低價競爭 對不對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所以它是攸關經濟競爭力跟共同體的有序 這個社會投資其實就是國家投資社會 社會的社會就是個人跟家庭 它會有一些效果就是強貌在地經濟自主創新 跟合理的薪資報酬 而且它是進步價值驅動 我研究經濟轉型那麼久 大概可以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 所以就是說沒有進步價值plus 就沒有經濟轉型 經濟轉型就不可能會成功 不可能會成功 那社會投資的一個進步價值驅動 就是平等 它是性別平等 它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它去打破那個階級 出生家庭的階級 充分就業 勞動主權 國家必須出面建構一個普及式的公共照顧體系 比如說托育 客戶跟長照 其實今天台灣的所謂的正常工作人口 有很大的比例必須離開職場 去回家去照顧怎麼樣 自己年賣的父母親 這樣的比率其實非常非常高 這也連帶拖累了整個經濟體的生產力 對不對 可是你說這些人可以不回家嗎 他如果請不起外來 或是他有沒有達到可以請外來 那個標準 他要請本牢的話 你目前的市場 一個月要付多少錢 六七萬 那當然算一算我還是回家自己照顧 是不是 可是對整個體系來說 都是反生產力的一個狀態 所以身為投資 要投資未來跟弱勢族群 他主要投資對象是兒童女性跟青少年 然後投資人力資本 創造力作為競爭力的基礎 更不是只去進修體系 他是一個新型態的混合經濟 不是只有市場經濟 全部都市場經濟才叫做有效率 他們建構所謂的平等式資本主義 就是生產跟再生產的部分 必須依據不同的邏輯 再生產的部分 就必須依據什麼 公共化的邏輯 這沒有時間講太細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今明年即將要成立共同體學院 我們開辦相關的課程 各位如果報名當今明年的志工 可能就可以享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學成的訓業 跟大家共同學習的機會 那我們剛剛講 依據社會投資這個邏輯 目前全世界有沒有國家在實踐 而且這樣實踐出來的國家 竟然是在這些我講的最怎樣 都是國際評比 有些國家被評比為最幸福 最創新 最環保 最民主 政府最有 最清潔 最有效能 還有最平等 哪些國家 哪些國家 有沒有存在這樣真實無托邦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我們最近我們金明典在研究所謂的平等式資本主義 這個都是國際有名的這個暗議的探討 資本主義不是只有這一種 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台灣的這個體系 也不是只有美國那個所謂野蠻資本主義 事實上剛看了我們從國家稅收能力的角度來說 其實台灣是比美國更加的野蠻 真的 不得不承認 那資本主義有很多種 德國是一種 美國是一種 北歐丹麥又是一種 北歐丹麥又是一種 它就是平等式資本主義 它有個核心 它在全球化當中被證明是最成功的模式 它有一個最内在的最核心的一個價值就是 平等跟團結 只有平等通常團結跟合作 我剛剛講台灣陷入我們不只是民主防衛 或者是我們的經濟轉型都需要平等合作 因為只有平等才能夠合作跟團結 才能夠打造這樣一個 具有一個很強烈的內在邏輯關係的這樣的系統 打造一個最幸福和安全的國度 那最後我用最近的機師罷工林佳 政大林佳的文書 在報導者上面的特殊這篇文章好像昨天還是潛德國出來 他裡頭帶到一句話就是跟我們剛剛討論的有關 西方國家為我們所羨慕的很多的成就 包括他們的社會比較公平 勞動比較人性 其實跟大東跟抗爭都有關係 我們必須理解許多所謂的權利利益跟福利 包括我們今天再次念之的台灣民主 一個文明社會所根本需要的 很難想像沒有某些結構上的必要條件 比如說成功的民主需要某個條件 包括韋群老師剛剛講的那個公投 如果沒有審議民主作為前提 那公投是什麼 他很容易就被操作了 被什麼 被有錢有事人所操作 因為他有資源去動人 他可以去買媒體 對不對 所以沒有這些結構上的必要條件 其實民主 或是我們想要的這些所謂的權利自由 都不可能會達成 你去探討西方的歷史 你會發現 因為勞動者的形成 比如說工會跟組織 我剛剛講 剛剛韋群老師講 公投沒有審議民主 很難去怎麼樣 實質的有意義的存在 可是審議民主 又要怎樣存在呢 他同樣需要組織 跟可以去討論的空間嘛 對不對 所以各位 重點就在這裡 我用這句話作為終極 就是參與跟對抗 就是要加入你認同的組織 假設你認同的情敏聯 今天的倡議 今天的論述 歡迎加入我 因為這才是真正的新疆經驗 權利不是施捨是爭取而已 民主 也不是因為有318 就自動secure 經驗已經告訴我們 沒那麼容易 也沒那麼簡單 因為我們的社會 充滿太多的口洞 因為這個系統 是一個自求多福的系統 我們必須改變這個結構 否則台灣 我覺得中強律師所講的 構築再多的法律的公式 我們都會被敵人從內部給垃圾 謝謝 我分享到這裡 謝謝 非常令人憂心 其中剛剛講的東西 其實 就是 舉重若欺 如果要做到這樣的經濟模式的話 基本上 台灣的經濟學教科書應該改寫 那我們也不應該就在學台灣目前的一個特定學派的經濟學 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經濟學 我們不但在學一個特定學派的 完全忽略掉其他的不同的經濟學 我們在只有美國的經濟學 再加上 我們過去以來 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把 接受國民黨特選 而 可以有壟斷事業的 美化成 經濟之神 白手其將 我們把我們整個仰賴美國給我們的出口 作為經濟的主要模式 加工 當作是經濟奇蹟來源 然後我們再根據這個 特定的經濟學的學派的理論 告訴我們說 獲利就是必須要永遠的Tostan 然後 中國有便宜的勞工 所以應該要過去那邊 然後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 政府把遺產稅從50%票降到10% 成為全球最低的遺產稅的地方 說要讓財商能夠回流 然後把熱錢帶進來炒地皮 然後在2012年的時候 當時的總統還告訴我們說 如果 廠商沒有賺榜 不可能有加薪 然後 我們到現在 就是有了這樣的一個經濟模式 那我們如果想要改變這樣的經濟模式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價值觀 跟過去的對於台灣的經濟奇蹟的理解等等 我們幾乎要全面試著 我們有很多的觀念要去轉變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 因為選舉制度可以一天就改變 但是人心可能要一兩代的時間 三代的時間才能改變 好 但是呢 我們沒有時間了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超過了時間 現在呢 我沒辦法再開放給大家來提問 因為時間已經超過 但是呢 我們 我們借這一個場地 我們至少 就是 你等下 你等下 至少還有一個小時 時間 如果你可以 對於中程 對於中程律師 對於韋瓊老師起征 如果還有就是問題的話 那歡迎大家包圍他 特別是 就是該報名的報名 這個學院 我們讓他非常的熱切 因為這個是 最實際的 經濟年所提出來一個民主防衛的方法 那我想就是 也非常鼓勵大家 就是去參與這樣的一個學院 並且把這樣的資訊傳播出去 我只能夠以主持人的身份 非常謝謝今天三位來臨 然後我們 也謝謝大家參與 我們就 今天的歌舞到這裡 然後請大家包圍 這三份獎子 謝謝